各位朋友好 我2014年2月份的时候去台湾 和台湾的绿营的人士和一些学界的人士 跟他们进行了一次研讨会 我当时的演讲的题目叫做 中国变局和台湾对策 我想告诉他们 现在中国中共很快就要完蛋了 中国很快就要大变了 希望台湾人做好准备 当时与会的人几乎是没有一个人赞同的 后来到了2015年的时候 美国两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一个叫Michael Oslin 一个叫沈大伟 他们同时提出了一个观点 说是中共同志已经进入尾声了 很快就要完蛋了 就在那个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 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是话重取从 故作惊人之语 现在三年过去了 形势变化真是快 现在中共崩溃的论 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这个政界的一个共识 不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阶段 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实际行动的阶段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贸易战只是川普一个人的决定 也不要以为现在世界各国抵制一带一路 这只不过是这个政策的巧合 不是的 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把中国崩溃论作为他们对华政策的一个理论基础 他们现在正在实施联合起来实施一个摧垮中共的总体战略 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共现在已经极度虚弱 现在是打击中共的一个最佳时机 现在很多国内的人 他们认为中共还很强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见中共还有几千万党员 还有几百万军警 你就以为他们很强大 其实我告诉大家 他们不是强大 他们只是庞大 庞大和强大的区别在哪呢 庞大就是看起来人很多 势力很大 但是呢 但是因为他们内部四分五裂 因为他们内部没有向心力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都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个体制来使平 为这个体制来付出 只想着从中得到 所以说人数再多 那也只是一盘散沙 一遇到打击就做鸟受散 套一句古代的话说 中共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现在很快就到那个局面了 那些觉得他很强大的人 是因为坐井观天 眼界太小 如果大家站得高一点 放眼全世界 你就会看见 现在中共在世界上 已经是标准的弱势群体 现在呀 世界上那些最强大的 最富裕的那些国家 现在已经联合起来 要对付他 就像在一个村庄里面 所有的聪明人 富人都先联合起来了 对付一个泼皮 无赖小流氓 大家想一想 那个流氓 他能不完蛋吗 现在的中共啊 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四面楚歌 国际上 他已经遭到了全世界的围堵和打压 没有喘息的机会 那么在国内呢 他现在啊 这个统治基础已经上市殆尽了 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他们有哪些基础已经上市了 首先呢 是他们这个共产主义没有人性了 现在的这个所谓中国梦 那也只是习近平一个人呢 在发黄粮梦 黄粮美梦 那意识形态的基础 现在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那现在呢 经济基础怎么样呢 经济基础啊 在过去成为中共的一个支柱 中共统治的支柱 但是呢 现在也已经呢 进入崩盘模式 按照一个叫贺江斌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的预测 两个月之内 两个月之内 中国的经济就会进入崩盘的模式 现在呢 股市已经大跌了 人民币汇率正在迅速的下跌 债务市场危在旦夕 房地产市场也是摇摇欲坠 很多企业都现在倒闭 很多的失业人口 失业人口急剧增加 物价 尤其是食品的这个价格 现在迅速上涨 几乎要失控了 所以几个月内经济崩盘 绝对不是这个危言耸听 所以现在这个中共的经济基础 也已经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啊 大家能看得见的 就剩中共的这个党政军官僚体系了 表面上看呢 他们还在维护统治 但是里面已经是矛盾重重了 一副烂摊子 大家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一旦船要成了 大家就要纷纷找救生艇逃生 不会为中共拼命 不会为中共殉葬 那在中共里面呢 还有一部分人胆子最大 而且最聪明的那些人呢 他们现在正在想利用习近平这个权威丧失 中共极度虚弱的这个时机要倒戈一击 进行政变或者是兵变 这样呢 他就不仅把过去他们在中共政治体制内呀 所做的那些坏事把它清洗干净了 而且呢搞得好的话 甚至还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新的政权里面 他们继续执政掌握大权 那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政变和兵变的传闻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过去这几年有好几波政变的 薄熙来啊 周永康 这个什么令计划 徐才厚 他们已经倒了 但是现在的形势啊 实际上是对搞政变 是越来越有利了 兵变呢 像这个张扬啊 防风辉 他们都尝试了 最后没搞成 但是呢 现在兵变的形势啊 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今后几个月之内 一定有人还会前赴后继的 要搞政变和兵变 失败不要紧 只要一次一次的尝试 只要成功一次 中共就会倒台 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在这里啊 绝对不是要大家消极等待 我告诉大家啊 中共垮台 那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 但是民主不会自动到来 如果民主派 我们不努力 如果人民不作为 那么即使是中共 它内斗啊 斗到一定程度 兵变和政变发生了 导致了中共的倒台 中国不会民主 老百姓的苦难 不会结束 我们没有自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共倒台之后 除了民主化啊 除了搞民主 还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呢 就是中共党内的那些野心家啊 建立一个新的普京式的威权政治 他们金蝉脱鞘 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政党 以民主主义做旗帜 继续进行他们的专制统治 把过去的所有的种种的坏事 全部都推到习近平 推到共产党身上 然后成立一个新党 重新再来实行专制统治 那另外一种呢 那就更坏了 那就是党内的那些野心家 他们呢 和民间的社会底层的那些毛左派 相结合 他们以平均主义啊 做旗帜 号召打土豪 分财产 薄熙来式的野心家 捐土重来啊 重新掌握中国的政治 那么中国啊 就陷入了一个灾难的深渊 那避免这个灾难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中共崩溃的时候啊 把中国迅速的 引向民主宪政 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 建立民主宪政 需要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 民主派的政治实体 要一个强大的民主派的政治阵营 要么是一个民主派政党 要么是多个民主派政党 形成的一个民主派联盟 道理很简单 如果民主派不能成功 不能够掌握大权 如果民主派不能成为中国最主流的政治势力 难道我们还要指望 难道我们能够指望 这个普京式的野心家 难道我们能指望 民间的那些毛左派 他们来替我们搞民主吗 当然不会 民主只有民主派自己才能搞 所以在中共倒台之后的 那个政治角逐当中啊 民主派一定要成为占优势地位的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 民主才会成功 那么怎么样民主派才能成为这个主导势力呢 靠民变 无论中共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倒台的 无论是政变还是兵变 我们民主派必须动员和组织民变 就这一条路 民变就是街头革命 就是全民上街 就是全民共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只有民变 要全民上街 才能把旧的秩序给冲垮 让他们的警察不敢抓人 让他们的法庭不能审判 让他们监狱也关不下 民间的民主派才能够摆穿归海 迅速集结 那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形成政党 才能够大量的招募党员 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地方上面 废除驱逐那些旧的地方政权 形成地方公民自治政权 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联合各地的民主派 形成一个全国联盟 也就在那个时候 民主派才能够向军队招手 向军队的那些将领开支票 赢得他们的支持 同时呢 我们也才能够向全世界伸出橄榄枝 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 我们才有能力 才有话语权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所以说全民上街是通向民主的必经之路 今年下半年是全民上街的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 现在食品价格正在飞涨 下半年还会继续涨 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 下半年还会继续增高 中产阶级已经有很多人失去了财富了 还继续有更多的人财富会归零 群体性事件群体抗争会进入高发期 会达到高峰期 这个时候就是实现全民共振的大好时机 所以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所有的这些民运通道 维权的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联系身边的这些抗争群体 把他们的抗争行动调频到同一个频率上面 让他同一时间发声让他集中发声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共振效应 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今年十一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共同行动的日子 是一个全民上街的日子 愿意上街的 大家都在这一天一起上街 有能力的去北京去人民大会堂去请愿 闲太远的就去各省的省委 省委都去不了的 那就去各地区各县的市委县委 如果你很勇敢就走到第一排领导人群 如果你不愿意走在前面 那就跟着别人在后面走 如果还是害怕 那就站在一旁围观叫好 所有的对现状不满的人都一起上街 用各种形式来参与 让十一这个中共攫取政权的日子 变成他们失去政权的日子 让今年的十一成为中共的忌日